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 上一次我有讲过 今天又讲一次 神佛不管他是白石啊 木雕的 石头雕的 铜雕的 这些不管任何器材去制作 他的灵在不在这里 即使他都不在 但是有没有磁场 就是说这个神像 这个灵有没有磁场 这个神灵 这个神佛 菩萨有没有磁场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感应 去感受他 那有磁场的会温暖 我上一次有说过 今天要讲说 神像他到底有没有神在这里 刚好前几天我的父亲跟我讲过 你只要相信他有神 就会有磁在这里 但是呢 你如果说他有的话 你怎么可以把它搬来搬去 尤其那我们民俗 民俗习惯那个静香啊 你把一个神像搬来搬去 这样 如果有神的话 这样也是不尊敬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你却又有感觉 人家有求必应啊 你在那边祈求 拜拜啊 拿香啊 烧纸钱 有些人却有感应 那你也不能说他没有 他其实我们把它转归一句话 不管这些神像 这些法器 他都是一种 帮助我们修行修道的一个器材 像我们心里面很乱 但是我们看到神佛菩萨的像 等于好像基督教天主教 他们到圣母玛利亚前面 或是十字架前面 耶稣基督前面 他就可以提醒自己 警惕自己 这就是一种 帮助我们去修养的一个器材器具 然后呢 你再来说 有一些什么佛牌啦 八卦佛牌啦 私游啦 还有什么设立纸啦 金刚柱这些东西 他有没有领在那边 其实你只要把你的意念跟信念放在这里 你就会得到心理上的平安 平稳跟平定 他还是会有 这个时候就是要让你稳定 它是一种器材 帮助你来稳定而已 所以我在外面去帮人家看羊仔 或是帮人家做法术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聘请我嘛 像中国大陆 香港啊 东南亚各个国家 世界上有一些华人都会请我去 那我就会带着这些法器 像我的佛谷设立啊 这些这些设立 到外面去做法术 他有没有领在这里 他有没有领 其实啊 我们要讲 他可以帮助我 当法师 或是个人修行者 一个意念的集中 不要分散 不要散乱 所以我的法力 我就用我的意念 法力集中在这里 所以不一定要有神像 我们就可以用 运用我们的法力来做 也不一定一定要拿相拜拜 烧纸钱 在任何时间 都可以去实施法术啦 开运啊 那是 那是一个法师的个人 意念 专一的能量 那坚持这一个信念 所以神像 佛谷设立 佛牌 都是一种辅助作用而已 好 谢谢大家